哈囉,你好 我想問一下,假設說像我們社區發展協會申請了國有的土地做綠美化 那像通常這種它會有管理的年限或是說時間上面的期限嗎? 好的 就我所知,其實國有財產局不太會接受我們的綠美化 他們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單位 他們的職責就是管理土地 他不想麻煩,他不想跟你有任何,他唯一的任務就是把他們賣掉 他越賣掉比,他就少管一比,你要知道公於他們的態度 因為管的也不是他的財產嗎?對不對? 你通常賣掉,他不是管的很少嗎?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是像這個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像我們最近其實 我們其實是有找一些民間法理正在談 因為像這個土地是他借用給 應該是國有財產局借用給台北市政府18個月 那本來是公園路燈管理處在弄,他就弄得到 公園路燈管理處只會來撿草皮,什麼都不做 那我們現在就想找一些民間團體說,我們來認養 所以我們正在跟公園路燈管理處談認養 那基本上他們會同意,認養之後就是變成我們社區來去認養 那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大概通常很難去跟國有財產局談這個事情 那大概是說,如果他的公園等等是台北市政府的話 台北市政府基本上他的公園、綠地等等 都會有一個,本來就有一個認養的規則 你都可以認養,包含高攤地 就大概講說,題外的高攤地 其實他也有一個認養的機制 你也可以去跟市政府申請說,我要來 社區要來協助認養那種題外高攤地 是有一個這樣的規定 老師你好 因為我知道花博這個期間 因為學校也有說好好看這一部分 那我的議題是說 因為我們里裡面的公園確實蠻缺乏 有一個公園但是在大馬路旁邊 那個實用性不高 簡直是跟公園 路政管理處在管理一樣 很少基民去使用 我的設想是說 因為我們那邊也算文教期 學校的戶地很大 那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借用學校的立地 讓里民可以去使用 是不是牽扯的單位又是哪些 就我所知 現在其實台北市所有學校 應該都會開放給社區 只是他們都會 應該非常多都知道 他們訂一個學校上下課時間以外 沒有嘛 通常因為早上很多人去做運動 跟晚上很多人去做運動 大概這個部分上 據我所知是有開放 所以您問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是認為他有開放 例如我們三所 有國小國中 跟高中 但是國小會開放 但是我是覺得那個學校好好看 他都有圍牆 是不是可以說借助那個 把圍牆降低或圍牆這種方式 是不是可以借助說跟他們談判 或是跟他們 這個你提的非常好 這個議題其實大概這些年來 台北市政府正在做 我簡單講說這個你叫做校園綠圍禮 這個事情我跟你講 我覺得台北市真的有點丟臉 我們台北市是全台灣什麼 首善制度 然後預算什麼最多 可是我覺得做的最好的是什麼 台南市 如果你去過台南市所有小學 你就看就是通沒有圍牆 都是綠圍禮等等 非常好 然後我會覺得高雄做的都比台北多 對 可是現在台北正在極其直追 所以我知道從去年度開始 教育局已經系列的推 改了一二十個學校 他們未來應該照他們的計畫 他們是想逐年改 因為台北市有幾百個學校來逐年改 所以我覺得從那個角度的話 如果你做為一個理長 你夠積極的話 那這個事情上你就可以想辦法去做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優先是兩件事 第一個你要搞定學校 因為很多校長也是覺得很麻煩 他有個顧慮 一個是說過去這個難做的挑戰是 大家當然覺得說 校園綠圍禮降低穿透很好 可是會有一些家長的疑慮 安全嗎 還是這個事情嗎 可是你做為理長 其實最後你還是要承受 這都是 他也都是你的理名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公共的觀念溝通 說這個降低率 威力等很好 因為過去非常多的反彈 是在於家長會 就覺得安全等等 那會讓學校比較能夠難弄 所以說如果真的有些人的話 應該那個理長應該 先試著去跟學校溝通 瞭解學校的意願 那甚至說如果 學校會表達說 有些家長會 也應該 試著要去跟家長會等來溝通 那我覺得當 學校 家長會這個意願 整合出來 基本上有個共識的時候 我覺得只要去積極爭取 都會拿得到 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市政府開始會逐年來做 那就當然比誰越積極 那你非常積極去講說 我的什麼學校也好 然後家長會也都認同 社區都認同 通常市政府一定會優先補助 因為他覺得這樣做你們最沒有爭議 因為他最怕說 做到一半 誰誰誰就來抗議說怎麼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角度 來去理解這些事情